我们已经尝试画出了一个线段 那么如果我们想画一条折线应该怎样进行呢 那么聪明的同学们一定已经想到了 我们只需要在Line2后面再接一个Line2 把这个折线的所有的线条 首尾相接的顺次展示出来即可 那么如大家所看这个程序 它所显示出来的效果 就是一个由两根线段组成的一个折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使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绘制出更加复杂的 同时也更加有意义有用的图形 那么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下面这段程序呢 我画出了一个箭头 那么在绘制之前 我需要先计算出来这个箭头 它各个顶点的坐标 之后用MoveTo起始 用Line2依次连接所有的这些线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运行后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我们绘制的多条线段 都是首尾相连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笔画的话 一笔就能画下来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绘制多条线段 它们之间是间断的 怎么办呢 聪明的同学也应该想到了 此时呢 我们就应该灵活的使用MoveTo这个函数 那么所谓的MoveTo是指把笔尖挪到某个位置 和Line2不同的是 Line2是将两点的位置做连接 而MoveTo不会进行这个操作 那么下面这段代码呢 我就绘制了三条折线 组成了一个图形 我分别使用了三次MoveTo来作为这三条折线的起始的位置 那么指定了这三条折线的形状之后 我又设置了Line2和StrokeStyle 最后用Stroke进行绘制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三条折线使用三次MoveTo来移动到三个起始的位置 对于这三条折线来说 我们绘制出它的线条的宽度以及线条的颜色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分别的指定好它们的位置 最终一起做这个Stroke就好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绘制三条不同颜色的折线 应该怎样做呢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写出这样的绘制代码 但是呢 这个就是Converse作为状态绘图这样一个机制的一个陷阱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代码 在这个代码里 我们首先指定了第一段折线的位置坐标 之后给它的属性LineVis和StrokeStyle分别附上了直 它是一个红色的 我们调用一次Stroke绘制 之后我们指定第二段折线的位置 给第二段折线指定相应的属性 在这一头StrokeStyle附上了Green 那么第三段折线依此类推 是一段蓝色的我们StrokeStyle附上了Blue 每一段折线在指定好之后 我们都调用了一次Stroke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它的执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段代码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绘制出红绿蓝三段折线 而全都绘制成了蓝色的折线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到这段代码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在第一段折线的绘制过程中 是没有问题的 和我们预想的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在指定第二段折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出了问题 此时我们指定出了第二段折线的位置 那么在写上这句contact 的StrokeStyle等于Green的时候 实际上把第一段折线的这个StrokeStyle 属性已经给覆盖掉了 那么此时再调用Stroke的话 Stroke会绘制当前所有状态的内容 那么当前的状态是画第一段折线 画第二段折线 用的Line width是实没有问题 但是此时StrokeStyle就已经是绿色了 那么同样当我们指定好第三段折线的时候 再调用Stroke Stroke会把前三段折线全部重新绘制一下 而使用的颜色呢 用的是最后一次覆盖的蓝色这个颜色 这也是converse是基于状态绘制的意思 在每一次进行具体绘制的时候 converse不是简单的把上一段代码进行绘制 而是检查在整个程序中设置的所有状态 基于这些状态完成一次绘制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 那么现在我们想调用三次Stroke函数 基于三种不同的状态进行绘制 要如何完成呢 那么此时我们就需要引入context的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begin path begin path声明 从现在开始我要进行一段全新的绘制 那么当使用begin path以后 再指定新的路径 再调用绘制的函数 比如说Stroke的时候 那么将会采用begin path之后 指定的新的状态 来进行具体的绘制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我们依然是要绘制红绿蓝三条不同颜色的折线 现在我的代码改成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绘制这些折线的宽度 全部是10个像素 所以context.live width等于10 我放在了最上面 之后使用begin path开始指定第一条路径 在这里头指定了第一条路径的位置坐标 将第一条路径的颜色设成了red红色 之后调用了一次stroke 在画第二次路径前 我要先调用一次begin path 表示从这里开始 我将进行一次全新的路径绘制 之后写出第二条路径的顶点坐标 给第二条路径的stroke style设成了green 之后再调用stroke 第三条路径依此类推 使用begin path开始 写出它的顶点坐标 用stroke style给它指定颜色是blue 调用一次绘制strok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所运行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三条不同的路径使用三个不同的颜色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这就是begin path的作用 对于这条代码 我还想补充说明三点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line width这个属性等于10 一直放在了最前面 大家可以想象 对于begin path来说 当指定了新的路径以后 再次绘制的时候 如果一个属性没有被改变的话 那么他就将一直使用那个属性的值 比如说line width一直是10 这个属性的值不会因为begin path的调用而回到默认的状态 而在这个例子里stroke style由于在不停的被覆盖 所以每次使用begin path之后 在重新调用stroke以后 会使用新覆盖的这个属性值进行绘制 所以什么属性值一直保持着 而什么样的属性值被覆盖着 也就是说当前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使用converse进行绘图的时候 开发者要一直牢记于心 当然后续我们也会介绍一些更加高级的功能 来帮助开发者维持这些状态 第二点就是对于我们绘制第一条折线的时候 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状态的定义 所以这个begin path其实是可以省略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代码改成这样的时候 程序运行的结果依然是不变的 那么对于这个特性大家知道就好了 通常来说我们为了维持代码的一致性 我还是建议大家写上这个begin path的 第三点是begin path表示开始一段全新的路径 而move to表示的是不从任何点开始 直接指定一个新的坐标点 line to表示的是从上一个坐标点 一直划到当前line to表示的这个坐标点 那么当我们用begin path以后 其实move to也可以用line to 因为此时这个line to所表示的上一个坐标点被begin path给清空了 大家要注意清空不代表是从00开始 而是没有 所以begin path和line to在一起其实相当于是一次move to的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个代码里头的所有的move to都改成line to 由于使用了begin path此时这个程序运行出来的结果仍然是正确的 对于这个特性我们在后续创建绘制一些多边形的函数的时候 可能会使用到来帮助我们使代码更加统一 大家知道即可 那么这一节其实主要介绍的是begin path的使用 还需要大家仔细的体会converse绘制是基于状态的这一种方式 当我们使用begin path的时候相当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路径 可以使用新的状态来进行一次绘制